金融言和佛教的活动 刚才说了 我说了 我说几句行不行 每一个团队 有他们的 我们说道重的规矩 比如说佛青的网站 不适而述其他部分的东西 我们都要尊重人 好像你自己的Facebook 你不想放其他东西 你都可以删除别人的东西 我们去到别人的地方 都尊重别人的地方的东西 可能你觉得那些事有意义的 但对你有意义的东西 不一定适合那道重的范围之中 所以每一个地方 包括Facebook 虽然是一个 浓沉的东西 我们尽量尊重 包括WhatsApp也好 有时候有些 可能佛教徒都很有心 想传达一些消息出来 不是讨论那个消息是真和假 是好和不好先 但是每一个群组的WhatsApp 目的可能是 其实是想通知消息而已 但是很多佛教徒 可能都非常有心的 都是好心的 不可奉猿的 就会经常传那些消息出来 但是传组会造成群组的一个混淆 所以大家尽量 如果在群组的部分的话 尽量传那些 有关的消息就可以了 避免管理员都很辛苦 可以这么说一句 行不行 我来头发 好 我们开始 大家尼法一万顺 阿弥陀佛 大家尽量 大家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 三声同开经解 我们现在开始 南无本师释迦莫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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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想神身为妙法 法痴民杰难遭矣 我今见闻得受持 言举意来真实义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大家还有一个笔记 是不是在手上 都有了 今天是我们在这里 大家共同学习 金弓经的第四童课 在佛清 今天是2015年11月2日 这样的 那你们的笔记的部分 应该是这份资料的大乐页 对吗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主要是看这份资料的 讲义 看到了 今天大四童课 因为我们讲了大乐页 还有一部未讲 我尽量讲快一点 好吗 好 我们可以开始了 这个要因有波罗门 师菩提忍无波罗门 如来说非忍无波罗门 何以故 是不提 如我细微各立王各解身体 我一耳时 无我相 人相 无众生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我一往世 解解之解时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应生称恨 这个人有信仰的故事 应该大家 不凡很多人 听过这个故事 我简单说 我们学法者对忍辱这件事 不是这么容易的 一般人 我们可能口头上的刺激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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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会愤怒 这是为在的一种 对为在一种忍辱的部分 如果伤害到我们的生命体的时候 你可能保持得到 完全不发脾气 完全没有双恨心 所以要做到这样的忍辱波罗物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反思一下 对比这个故事和我们生活上 有时候有些人跟我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说话 可能口头上说几句刺激的话 我们都顶不住了 但对比对忍辱心人的话 他直接是伤害了生命体 直接是斩了脚、斩了手 斩了整个身体过后 他一连双恨心都不能双出来 我们对比这些修行人 我们应该会觉得惨愧 所以读这些经书的时候 我们对分这个故事和我们自己 人家受到这么大的委屈 被人斩了脚、斩了手 他都可以忍得到 我们被人攻击或刺激一下 就受不了 对比一下 我们的修行真的太大了 希望大家听这些故事 不要当一个神话故事 可能你觉得我们现在说科学 怎么可能斩了脚、斩了脚 还可以生存下来 佛经很多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主要是我们看佛经的时候 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带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 是做一个对比 不是说讨论 这个科学时代 怎么可能斩了手、斩了脚 还可以生存下来 怎么可能的呢 主要不是说这个部分 主要是想说 透过佛经这样一个故事 这件事 第一 扒菩萨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是我们凡夫可以真实、了解的 我们是先要接受这样一件事 第一个部分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在哪里 对比来说 这些修行太高了 我们是一个凡夫很寂寂 我们应该很好地修行 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修行 这些故事带给我们对自己要说的 这个故事是因为它可以得到这样的引用波浪物 就是因为东骑士的时候 它被人枕脚枕手的时候 它即时入无我观 就是无我上、人上、无众生上、无仇者上 这样的 如果你有我的话 我们说我 什么叫我 就是想保护我自己 人家偷了我的东西 人家拿出我的东西 人家在毁奴我 你希望是我的名义 种种都是我、我、我的话 你有我的时候 你一定对你的生命体 对你的名义 对你的所有东西产生一个执着 你一有执着的时候 你一定会起愤怒的 所以东骑士的时候 它本身就直接入无我观 身体都是因缘何合的东西 都是五云合入的东西 它宗逝就是五云 没有一个我存在的 它即时可以入无我观 那我们一般人 从来没有收过无我观的时候 东有时候不是有人要枕我们 就是宗逝我们的生命体 可能说几句话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 什么都是我、我、我、我 我们无事以来的习惯都是我、我、我、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 我是你什么人来的 我是你什么 你是什么 总之 什么都是我、我、我为主的话 如果你一执着有我的时候 你一定容易起愤怒 以及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东骑士引入先人 他被人伤害了生命体的时候 他直接进入无我观 直接进去的时候 他的身体是无我的 他不会执着生命体是真实存在的话 他就没有一件事 只可以伤害得到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可能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做到这么高的无我观 但是在日本生活上 当人家刺激我们 容易刺激我们 来自做一些伤害我们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是谁呢? 真实存在没有 我的生命体 只不过是五万合一的生命体 哪有真实不虚的我呢? 我是因而何合 他所说的东西 真实不虚没有 所以我们第一 就是先观察到 用无我观观察这个部分 生命体只不过是五万合一的东西 没有实在存在的 我们何必执着以生命体这个部分 所以他所说的东西是谁呢? 既然无我了 有观察法师存在没有? 没有观察法师的存在 没有一个人的存在 观察法师也好 大家都好 都是五万合一的人 没有实在存在 他所说的东西实实存在没有 他所批评的对象存不存在 如果你无我 哪有一个批评的对象呢? 所以那些全部就是无效的了 如果我们长期可以这样修行的话 当有人批评我们 不意不怨好和不好的批评也好 我们直视入无我观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起烦恼了 慢慢有一天 我们可以修行到 好像忍有圣人这样的阶段的话 这样来说 是可以做一个非常高的修行者 和大菩萨的了 当大菩萨可以度化众生的时候 其实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 不是一份封信的 很多时候 虽然我们都很努力讲经说法 希望他相信因果的道理 希望他听很多修行的部分 但是很多众生不一定听我们的话 所以众生可能会伤害菩萨 伤害我们 但是伤害我们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无我观的话 可能他刺激我们 你们这些佛教徒全部是迷信的 你就火热了 你就心情不好 你欺欺你 我是做好事而已 你不需要这么说的 这样之内的东西 可能很容易就退了心 所以我们对比引用圣人 包括下面 还有一件都是引用波罗密的事 所以我们行菩萨度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要修好无我的话 你可能很快就退了心 所以我们生活上也好 我们实在的思维也好 都应该尽容修无我观 这样从修无我观之下 我们面对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的大抗力就高了 所以引就是一种大抗力 我们的抗压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很大 这个无我部分就是最好的大抗力 这样的 好 引有很多种引 好 我们就不说了 好 那我们就不说了 好 那我们就说下一个 因为两个都是宋女士的故事 西菩提 西菩提 幼灵过会五百四 五百四 做人五千人 一而所实 无我 无人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是故西菩提 菩萨 因你一切相 发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不应注射身心 不应注射身相 未触法身心 应物所助而生其心 那我们下一个段 那么 下一个段 还是简单说 下一个段就是说 小小从小一点 有一个人 他过去世 做引用先人的时候 他当时 都已经收到 无我成功的人 这样的 所以 菩萨应该离一切 上发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因为你执着一个相 的时候 你就会执着过后 你就容易生愤怒 怎么说呢 相有 是 相会出发 在那里 心的心 你就会产生执着 执着五万身 是真实不虚的 如果你在那里生了 因为 其实我们 为什么有我的出现 是因为有五万 我们觉得五万 是这种行识的部分 是真实不虚 从来没有做过 无我观的部分 以为它是真实不虚 我们要保护我的时候 因为有个我 有个身体 有个五万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不停地保护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身体 你要保护什么呢 我叫官爷法师 我是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名义 那么法法也要保护 一个良好的名义 但是人家所批评的东西 你现在执着的时候 因为你有五万身的时候 你有个身体的时候 有我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护 你以保护你自己的话 你以自私自利的话 你的痛苦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佛教理说 我们没有我 不要有自私自利的思维 这样的 你不是五万身在那里的时候 心有个执着心的时候 你不需要过头 报复自己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起烦恼就是 因为过头保护自己 在一个思维上 保护自己 在实在上当 不停地保护自己 你看有些人 他什么都会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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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法师们 不会说我 比如我叫官爷 可能有些朋友 曾经收到我的短讯 为什么写官爷 你就写我就可以了 不然 我都好 官爷都好 我们尽量少用这个我的字 虽然我的字是一种 代表成一个名词 但是我们长期这样用我的 就是有一种 有我执的思维在里面 但是这个都是个人的使用 你们都可以继续用我 是什么人 不知道来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 我们法师会用 为什么好像我这样 用官爷 不用我这个字 尽量在这个部分 明是一个假名 但是我一用了我的时候 就表示 我在这里 产生有个有我的概念的部分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法师不会写我这个字 有写不写 都是各自自由 但是我们就尽量少用我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奇怪 法师明明就是你 你为什么要写你的名字 不停重复你的名字 重复你的名字 是不是一种我呢 名字是因而合合的东西 就不是一个我 所以你要在 不住在色那里 深一个执着心 不应住在色 向微出发那里深一个心 因无所住而心其心 这样的 如果心有所住的话 知为非住 师姑 法 雪 菩萨 心不应住 色 布施 这样的 那欠我们修养有邦有物的时候 你无我的时候 人家刺激你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所言 不是真实有个我 在那里被你刺激的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 对方说我们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在我的五蕴 那里真实有件事发生 当你无我的时候 你无心灵体的一种概念的时候 所有的刺激 对你是不受影响的 我们的身体 好像虚空那样 虚空 你留着虚空 虚空会粉弹你 没有的嘛 我们可以无我 到这样的阶段的时候 所有一切法对你来说 都不受到伤害的了 但是我们可能受到这样 因为始终我们的心灵体存在 无事以来 我们的心灵体在那里混续中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集困了 一个我的思想 你要突破的时候 最要努力地收止观 收无我观 才是突破了这些思维 所以心有住的时候 即是非住 所以菩萨讲实 菩萨心不应该住在色布施 虽然到无我的时候 我们要度化众生 但是度化众生 不是选择你哪一本 就是一种是布施的 这样的 好 初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观察到一切法弃 以梦幻泡影的部分 这样的 而心 其心的时候 就是心执俗的了 什么叫生心 如果是布施的时候 有一种执俗心 当你给一件东西给人的时候 你给了他的时候 他不接受的话 你的心情又疑和呢 这个就是执俗 我买一件好的东西给你 你为什么都不接受我的布施呢 这个是释法力的 给一件东西是一个设法 释法力的部分 你又生起一个贪心子的梦念 还有我们通常选择给别人的时候 都是做一种选择的 有没有体验到对方是否需要那份东西 很多时候很多人给一些好的东西给人 但是有没有想过对方是否需要那份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说 通常我们送一些短信给人 送一些短信给人 其实那些新闻不是错对 不是真假 不是好和坏的新闻 是有没有想到别人经常收这么多的信息 收这么多的信息 到底群组经常收这么多东西 包括我们给其他人的东西 是以为我们有我的思维 以为你需要用我来做布施 不是对方的布施 不是用无我的规念 什么叫我我的规念 就是第一 这个信息 这个布施的部分是 你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个部分是对方真的需要的 还有对他们有所帮助的部分 第三 你布施过后 你不执着有一个心在那里做布施的 你们明白我说什么没有 我们叫心乱提空 所布施者是不存在 布施物都不存在 感受布施的人都不存在 心乱提空 当即时就是康性的道理 但是通常我们布施了任何东西过后 我们用执着心 以为他需要 以为他想要 其实他不想收你的转讯 不想收你的布施的 那 比如说有些时候 我们看杜虫需要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布施什么 因为你布施 杜虫 不是需要同样一件事的 比如说 普遍上很多人很喜欢贡米 所以造成杜虫的米多于油 没有油煮饭 没有油煮菜 没有油煮菜 不是没有油开饭 不是没有米开饭 所以当有些道场需要 比如说移工去除草的话 去清洁的时候 你当时不需要再买过去 如果那个道场需要买的话 当然要送 所以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些地方 宣布了一些事 要帮手那件事 我们做回那件事 是比较实在的帮助的 都是大家用自己的能力做多少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 都要用智慧 什么叫智慧 就是观察 你要观察过 对方 需要没有 以及这件事 是不是要做 不是你想做就做 我们做任何布施 来自一切的事的时候 都是用我 觉得我要做就做 所以这样做 例如说 你做了那件事过后 你就要起烦恼了 为什么他不接受我的好意 第二 我明明 老实说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我都是努力赚钱 不是偷离的东西 都是仪佛的 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 叫做 适宜的东西 除了仪佛 做了布施之后 对方是否适宜 这样的做法 才会得到大家 不会起愤怒的阶段 不是你做了任何事之后 彼此起愤怒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叫做爱见大悲 爱见大悲 爱就是爱情的爱 见见解的见大悲 大悲是慈悲的悲 爱见大悲 就是用执俗心来做所有的善法 是用你的爱 爱就是什么 我贪功德 我要做 我就想做 我很喜欢做 但是你没有发现到 这件事 是不是比较增加智慧 而且真的符合到布施的部分呢 所以在这些事之中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用智慧 来做所有的法法的善法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做了所谓的好事扮错事 好心做错事 好心做错事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要多些观察 多些理解 这样的 好 好 我们讲下去了 好 而且在这里的部分来说 我们是心一个菩提心 我们第一读佛 都帮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仪鬼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当我们做延何的一种 包括功课 包括布施持继 精准一切的善法的时候 我们是会向善法之道 会向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就是 觉悟的心 还有我们希望 有一日我们的善法 道法一切终生 有一个心来说 你的布施的部分 来自你做一切善法的力量 就非常之大 你就会努力地做那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做了任何功课 做了布施来自一切善法的时候 你心中莫念 我希望将一切的功德 会向无上菩提 那你做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你不是自私自利 不是想得到仁天的福报 仁天的福报 仁天的福报都是可爱的福报 但你应该在佛教徒 特别我们是大圣佛佛的人 就应该将一切所做的功德 会向以无上菩提 有一日我们圣佛 从一切众生分向我们的功德 这样会向就非常之有意 而且你做的功德就是 那个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好 我们继续讲下去了 师菩提菩萨威离一切众生 因努师不思 努师说一切诸相之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之非 者非众生 法无上菩提心 应该要离开一切的相 离开一切的执着相 不是叫我们不做任何事 很多人说不用了 空了 离一切相我们不需要做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是做那件事过后 不产生一个执着 叫做应离一切相 你做了那件布师 存不存在 存在 我们在《甘东经》已经说了很多次 到底有没有不停在那里 对论之中产生智慧 我们也要努力做布师持戒 例如般若波罗密 但是你要离开对你做那件事的执着心 这个才是重点 佛教一直是叫我们做所有一切的善罚 但是一切的善罚之中 你一定要离一切相 就是离开一切执着 什么执着 有我的概念 这个是我做的功德 这个是我做的布师 你看我持戒多精准 你们全部人都破戒的 你看我持戒多精准 我晚上不吃饭 我走路又威而非诚之好 你看我每天在佛清念佛 你们一个星期内一天都没来 你看我我我 我们一切的做法 是用我来修行的话 你努力修行的部分 你一样会得到可爱的局部 但是你用执着心来做修行的时候 有一天无上之后 你的焚恼心出现的时候 你的修行第一 它退步 容易退 第一个部分的时候 你要照顺你自己的焚恼 越来越重 你是用我执来修行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魔鬼心 修罗心来修行 所以我们修六波罗蜜都是来一切上 就是执着心 用无我的规念修一切的法 所以没有菩萨 又没有焚恼 你们修六波罗蜜做什么 所以在这里说 所以有些人说 既然一切是空的 没有焚恼 没有菩萨 没有圣人的部分 我们做这么多功课来做什么 我们做了保持持戒 乃至六波罗蜜所有的功课来做什么 主要说一件事 来一切上 不是不做那些事 是不同的 一年之间就差很大了 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是用欢喜心 不是焚恼心 我们是用智慧处理所有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用智慧处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你做的布施 你会逆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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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不是我持戒来做那个持戒的事 绝对是没有我的时候 那这个无我的部分 就是圣人的部分 他离开一切上的了 这样的 因为你有波罗蜜的智慧的时候 你才会真实的利益众生的 你不会用一个执着心 不会用一个保护的心 不会说 哎呀 帮了你这么多 真是太辛苦了 你们就不会感恩我的 那你又在这样的时候 希望 给一些一杯水给人的时候 对方要记得跟你说 谢谢 谢谢 为何你不要跟我说姐姐 你没有礼貌 这样来说 你从来要得到别人的赞赏 得到别人的赞 现在叫做赞 按赞 的时候 你是很辛苦的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对方不一定会感恩 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好事过后 对方就会产生一个善心 不一定的 但别人不产生一个感恩的心的部分 我们的心又疑惑 总之记得一件事 做了布施 的功德就是存在的 对方感不感恩 是对方的事 对方要不回报 是对方的事 从来说 我们在道中做燃可的善法的时候 包括我们走菩萨道的时候 就不容易退心了 众生很多时候 他没有意到佛法的时候 他不惜因果 什么叫善法 什么叫恶法 他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做一切法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真实可以知道 我们帮助他 是他会成长的步伐 他会产生一个感恩的心 但是菩萨不是为了你们产生 所谓的感恩生而做菩萨道 这是菩萨本身的功课 我们做一切的善法 或者因为佛教徒接受佛法的道理过后 我们做这些事 觉得是非常值得 是我们日生 在我们的生命上 是不停地增重我们福德智慧的部分 这是我们要收的功课 知对方接受所谓的感恩 对我们感恩不感恩的部分 我们是不可能诡辩的 除非有一天他和我们一容去接受佛法 他才会产生那些感恩的心 所以是利益一切众生 不是不止利益我们自己 所以菩萨道的部分 就是利他为主 利他就是治理的 但是不如利他和治理的部分 都要波罗马 利一切上的智慧 会做所有的事 好 我们继续讲我会 施菩提 努赖是真意者 死意者 努意者 不管意者 不依意者 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佛经 很多事情的时候 有些人会问 都在佛经所说的 是真和假的 广东话是坚和流的 是不是这样讲广东话 这个比较一般的广东话 就是我们说文雅 不是说文雅 就是一般的广东话 就是佛陀所说的法 到底是真和假的呢 我们很多时候看佛经的时候 看六道论会 四封纪录四界 乃至东风正土游施法 之内的事情的时候 包括金公经所说的 就是这样的道理 是不是真的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男人呢 这样的 但是这里就说了 如来是真意者 这样的 真意者是佛讲的第一 二代是没有过失的 他讲的这些故事 就是这些道理的时候 希望我们听过 我就是完全听这些道理 是完全没有过失的 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些人说的 听一听过后 我们听一听下去的时候 我们跟着做的时候 可能会有过失 但是佛陀所说的一切佛 绝对没有任何过失 我们依止佛修行的话 我们走这条路是越来越光明的 但是一般社会的人说的东西 我们真的要再讨论 再商量 还有多思维 所以佛经所说的道理 我们是可以绝对相信 不需要回忆的 可能我们目前的阶段 不是太明白 比如说六道轮回 其实多少人见过鬼呢 请问你们见过神母 天神 阿沙罗 有没有见过 恶鬼 地狱 有多少人见过 人 全部都是人 人当然一定见过 我们都是人 我们连人都没有见过 但是这个部分来说 佛陀的智慧和神通 是超过世间一切的人 包括菩萨 他所说的是 他自己真正证明到的境界 可能你们会问 为什么我又见不到呢 我们又见不到呢 我们的境界太低了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定量 智慧力 没有办法突破 我们现在所谓的 空间 看到不同道的众生的部分 所以我们本身要加强我们的智慧 和我们的神通力 就是修正周围的部分 是要继续努力的 但是这里又说 我们尽量相信 我们可以保留一部分的思维 但是要尽量相信 佛菩萨所说的一切法 是真实不虚的 是这样的 所以 十二者 法讲的四十一切法 是真实不虚的 法陀所说的 燃起法 是真实不虚的 我们的学法 和其他思想不同的部分 就是讲燃起法 所以在佛经理讲 讲到燃起法 是真实不虚的 十二恩怨的道理 乃至一切的四圣大八正道 那些道理 全部是真实不虚的 你听过后 你思维过后 你跟着做的话 你一日会证实得到 佛陀所说的一切法 是真实不虚 不需要唯一的 如者 如者是同的 一切三世的知法来说 他和众生说的说话 都是真实不虚 和跟着二大 二大就是一大一大 第一二大和四宿大 他们所说的一切法来说 都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 真实在医治佛菩萨的语言来说 医治二大而疏法的话 是同容的 不会一尊法跟你讲一套道理 另一尊法跟你讲另一种道理 所有的法一定会讲四圣大的 不会大于佛说五圣大 七圣大 八圣大 可能有些名词不同 但是当他讲四圣大的道理 就是医治四圣大的道理而讲 苦哲滅道就是四个字 不会说苦哲滅道 家家感感那些 可能有其他的说法 可能有不同的名词 但是当他讲四圣大 是统一的 出家修行是统一的 在家修行是统一的 每一宗法 突然间跟你讲不同的故事 除了方便说 方便说 方便说就是因为众生的程度不同的时候 佛菩萨都可能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来讲 但是当他讲法的时候是统一的 这样的 你不会听到 突然间听这个人讲一句故事 人讲另一个道理 你到底要听哪一片哪一种呢 是这样的 朴狂医治 讲法说法是利益一切的众生的 佛菩萨绝对为众生说法的时候 是没有名门利用在里面的 当你有名门在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说一些大话 骗人的了 所以现在我们社会很多人 可能冲了一些故事出来 冲了一些道理出来 说到自己多歪 自己是什么佛再来 自己是什么菩萨再来 说到自己非常高尚 自己说到自己多厉害 他说法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欺骗的意图在里面 但是佛菩萨为我们 说完后的道理的时候 是真实为一切众生 而说那些法 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说法 如果我们说的法 对一切众生没有利益的话 这就不是佛教徒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佛菩萨说法的时候 他说的道理 完全是利益与众生 完全是和道理相应的 什么叫道理相应 就是因果的道理相应 四圣诞的道理相应 这样的 绝对都是真实 不会骗我们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也要看一看 我们当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欺骗的成范在里面呢 你说你是佛 你是菩萨 但是你背后的目的在哪里呢 你说就是对比我们和佛菩萨的境界 是差好远的 不依依者 这样的 法为一切众生说法 都是严满的 不便宜的 不会今天说一套 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 今天跟你说四圣大 明天跟你说五圣大 后天再说一套 不知道是什么道理的 所以佛菩萨说一切法 其实道理全部是严满的 但是一件事就是 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 可能有些人听四圣大 就可能修黑修行 可能很快就证阿罗汉 乃至证菩萨道 但可能佛菩萨说四圣大 我们根性不够的时候 可能听一听 是我们的程度不足教 不是佛讲的法不严满 乃至佛菩萨在佛陀时代的时候 说心归衣就是 都是出家的 但现在我们说心归衣 都没办法做出家的阶段 乃至冬其时 身礼必超 施法之乐 畏缩生归 这样简单说几句 就是做庇佑的 不像我们现在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很多的仪归过后 才可以做一个庇佑的 所以 这个是众生的根性不同 但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是完全圆满的 施菩提 努来所得法 此法无事无需 引法所证的境界 欠我们相受佛所说的佛 是真实发挥的 佛菩萨 释迦莫尼法也好 一切的佛也好 都是经过深达亚真其决 最后得到无从菩提 得到这个境界 是他全部经过的 他所说的六道 轮回所有修行的菩萨道 一级都一级 初过二过三过四过 初地菩萨都十地菩萨 是全部会经过的阶段 他经过这个阶段过后 他的记忆力全部都可以 我们叫做收持得到 我们说陀罗尼 大家有没有听过陀罗尼 就是念咒 念咒 念咒 陀罗尼 这个陀罗尼 这个陀罗尼 是其中一个陀罗尼 陀罗尼在大智道论 而其思理论 都有分四种陀罗尼 陀罗尼 陀罗尼是其中一个陀罗尼 就是种词 种词就是可以受词 他在过去所学的所有的法 没有蒙记 还有可以用来用陀罗尼 所以当我们听到陀罗尼的时候 很多时候大家就听到 是咒以念咒 念咒 大悲多念念咒的部分 这个是其中一种的 那菩萨这个佛陀 见过心得阿珍琪琪 他为我们所说的一切的法 他有个陀罗尼 有个种词 有个圆存 是可以保存得到的 我们讲我们自己 上个星期讲的词 今个星期已经蒙记了 很多时候我们再看资料 才看到 好像我的观义法师 观义那样 要拿回资料来讲 不是要封一下这份资料的时候 都不知道要开始讲 要扣电脑或什么 但是佛陀不需要的 完全就是这样 不用打稿 不用再看资料 要查回字典 知语之类的人 这样就讲出来 因为他讲的法 他全部记得到 我们凡夫的能力 真的太差 太差了 所以达到这个境界 为我们所说的法 是因为他曾经经过所有阶段 不是我们未到的阶段 我们就随便说 可能其实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切的法的时候 他知道一切的法是无我 苦风无常无我 一切法都是疑魂泡影 不停的变化之中 但是我们凡夫所接触一切法的时候 当它是真实的 我们真实以为我们的生命体 是不会变化的 但是深入的想一想 其实我们所有的生命体 我们的五环身 是不停的变化之中 但是凡夫的境界 就觉得生命体 好像一千年一万年 不会死 不会变的 但是每一秒钟 其实我们的生命体 就是慢慢慢慢去上去 一个破坏的阶段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死的部分 有生一定有死的部分 所以佛陀看到一切法是不真实 是愿望泡影的无虚 佛陀正的得意大 是真实不虚的 不惜四弟燃起法 是书运不真实 四叔太的燃起法 当我们说完起法的时候 是一定有变化的 有变化才是有 符合于无虚的概念 如果一切法不变化的话 我们说完起法 就没有实在的意义 但是这个无虚的概念 不是完全是坏的事 有好变成不好都是无虚 有不好变成好都是无虚 所以完起法的部分 就是说一切的部分 是不停的变化之中 不是可以被你执着的 但是我们会充足一个好的燃起的话 比如说我们今期的生命不好 我们努力相信法法所说的道理 我们就斜恶修神修好的部分 那一天我们的生命体会越来越好 所以无虚的概念 很多人以为是不好的 但是无虚的概念其实是忠诚的 它没有所谓的好不好 我们一直以法无常的道理 我们可以有不好的境界 慢慢回向好的境界 如果我们符合法法的道理的话 是吧 我们可以说六位 西菩提 若菩萨心处以法而行布施 如人入岸 则无所见 若菩萨心不处法而行布施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一切诸法的实相 简单就是这样说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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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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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行布施道的话 他有我相 法相 非法相 就是有所执着 这样的 他对这些真实的 般若波罗马的智慧 没有学习过的时候 他看一切的境界的时候 是用无命来做一切法的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产生执着的时候 我们有无命 无命其实就是 不明白的意思 简单说 我们很多时候说 十二因应的无命 无命就是 不明白是你 不明白诸法实相的部分 所以 当你 不明白是实相的时候 你 不知道一切法是理想的话 是无恶的话 你做布施 包括其他善法的时候 你就是 遮住你的眼 你可能就是 用贪心痴来做一切的法 这个部分是这样说的 所以当你 无命不能破的时候 你所做的所有的功德 都是有留的 因为 当你做一切法的时候 你有我的时候 你可能破了你来心的贪心痴 如果你有贪心痴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收入无留的功德 什么叫有留和无留 大家法后基础方有听过 有留和无留的分别没有 就是你做的功德 但是功德有一天 它会变化 而且很容易变化 很容易消失 这是有留的功德 无留的功德 现在你可以支持得到可怜 包括你身上世世的 你的善的局部 一直跟着你 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 佛无重 祝你的所有功德 会用于无上菩提 因为无上菩提 是真实不悔 永远都是在那里存在中的 这样的 这样的 永远存在是不是有我呢 那个我和那个我 是不同的事情 这样的 如果这个菩萨佛无上菩提生 学习波里波罗蜜 它就是可以见到知法的实相 知法实相就是无我 你不会用执作心 不会用贪真心的心的时候 你做一切法的时候 是明明白白的 怎样做的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做延恶善法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一下 我们都得是用我来做善法 来自用无我来做善法 对比来说 你行一切法的时候 你有智慧来引导你做那件事 用智慧来引导你做那件事的时候 你不是用执作心 不是用贪真心 做那件事的时候 你行菩萨道 包括帮助道场 包括你帮助其他人的时候 那个时间就会长的 你一乘生执作的时候 你就容易用贪真心 来做那些事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做一些善法的时候 可能都是无命 可能都是用贪贪去做行佛的 那你的功德 就是有所不足的了 有没有 我这说就会了 西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人以此经受持独送 这位奴乃以佛智慧 世智世人 世见世人皆得 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这样的 如果中来的人来说 他又有善男子善女人 那什么标准是善男子善女人呢 什么标准呢 简单说一说 善者善者 如果是佛教徒来说 基本上他要三规五戒 才有一个基本的善男子善女人 因为你 心归过后 你是行上一个光明的道路 你绝对不会再想 行上生死轮回那条路了 这是善男子善女人 而且如果你是善人的话 你基本要遲五戒 你不会伤害人 你不会拿走别人的老婆 你不会杀到幼梦 包括走这件事 这是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善男子善女人 基本上都要心归以及五戒 现在乃至受菩萨界 当然非常之好 所以 基本上我们希望 说善女人 子善女人 基本的尺寸在哪里 不是所有人 都是善男子善女人 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善者就是行光明之道的人 和慈悲的 因为慈界的人 一定是慈悲的 你不会伤害人 就是一种基本的慈悲 你不会偷人家的东西 因为人家的东西都是努力 很辛苦才拿来的 如果你是不合理之下 拿走别人的东西 可能造成她的生命出现问题的话 你怎么可能是善男子善女人呢 所以善男子善女人 基本上一定是 在八九图的尺寸来说 是三、龟、五戒 才可以称呼为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当我们称呼我们善男子善女人 请问受了皈依没有 请问受了五戒没有 你受了皈依五戒没有 你受了皈依五戒的话 基本上你会因为 因为这些皈依和五戒的部分 就会做一个 一般我们现在说 好男人、好女人 但是善是不同一点的 善一定是慈善的 所以当有善男子善女人 在这部经受识读诵 接温如来以佛之为师真师 就是 好了,他讲下去了 就是 在这部经 这部经 今次我们讲金弓经 受识读诵 受就是你听过后 你已经听过后的痛苦 比如说你痛苦也好 比如说你诵金弓经也好 受识 放在你心里面 受识都可以说是有温宅的意思 读诵就是我们读出来诵经的部分 在这里讲的 诗语上无论佛生和圣道要受识 文字的般若波罗物这件事才会成功 所以我们佛教有一种说法 就是不忍文字 可能有些人学不同的宗派 有讲过不忍文字的时候 但是不忍文字的阶段是很高的阶段 不是我们一开始 我们修行很多年过后 可以不忍文字 不需要文字的学习 所以在这里讲 虽然我们是学无论法 是最高的一个法 从心无种 甚深为妙法的部分 但是我们都开始 要用经书来开始 以语文字的法法来开始 你不能开一次就是修 一个理文字的佛 那是太高了 所以提醒我们 比如我们学《金公经》 这个无上神深的法门的时候 我们要医治《金公经》 佛菩萨在《金公经》 为我们开示的所有的道理 医治而修行 不可以一开始 就离开《金公经》而做修行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 佛菩萨看到我们受持独众的时候 就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成佛 有一天我们会成无上正等正觉的部分 因为你仍然依止佛所讲的道理的话 你就有一天可以成功行这个 深圣性道乃至菩萨道的部分 有一天会成功的 如果你不依止佛菩萨所开示的 以言文字的佛法的时候 可能你修很多很多很多年过后 两件事 第一 你所修的不一定是佛法 第一的部分 你修行不会成功 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 如果你受持独众《金公公经经》 《金公经经经》的时候 佛菩萨就知道有一天你会成功 因为佛菩萨也是依止《金公经经经经经经经》 而《金公经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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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一些地方听到 他又不知道做到什么梦 菩萨跟他说什么道理 之类的东西 又写一部书出来 冲造一个故事出来的时候 这些事我们是比较保留好一点 你尽量医治 佩菩萨所说的金公经也好 华尔经也好 阿含经也好 尔其施地乱也好 我们说的深规五界 菩萨界那些道理 这样医治而受限 佩菩萨才会觉得 你真的是一个佛大志 不是随便充足一些故事 现在的年代 写书也容易 放在猛灾也容易 根本不需要什么成本 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一本书 创作疑是我问 自己就写自己是法 因为现在的方便打字 以前要写一本书 经过多少时间 你现在随便手机按一按 都可以写一本书出来 但是这些部分不值得相信 所以这部分都可以提醒我们 我们合法的人 要经历医治佛菩萨的经论 那么佛菩萨就是会震恨我们 而且知道这个人有一天会修行成功 不医治经论的人 基本上是佛菩萨是不同意的 至于其他有些宗佩所说的东西 我们都自己会小心地选择 好 我们说下去了 我所说 就是观仪所说的一切的东西 希望给一个参考 你们觉得观仪所说的东西合理的话 你们就吸收了 觉得不合理的话 你们可以再做选择 大家还公平满居纪要的 好 一切的问题就是 你的生命体做一个布施 是非常难的 之前说了 你用你自己的一个身体 乃至你可能以前 现在 未来 都用很多很多的身体做布施 这样的 乃至无量千文杰 用身做布施的部分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感动的 但是对比来说 这个是对比 因为这个对比的部分 我们重复讲到很多次 我们讲快一点点 若父有人文词经典 信心不义 慈福甚别 何况书写受词读送 为人言说 对比你和这个金光经 你的诗文诗是真实 不会改变 不义就不会回头 这样的 有些人 学一学法 一年 可能相信第二年 可能开始不相信 可能大三年 就完全不相信佛法 但是有些人 他对佛法的信息 是每一年 比每一年增加的 其实很多时候 佛教徒 真的太少来听经 太少来接触佛法 真实 在佛法上的精准的部分的时候 可能他也很喜欢做义工 可能也很喜欢来导重帮助 但是如果他没有听佛法的道理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对佛理的不理解 乃至不深入 足够的深入理解的时候 可能他在我们的佛门 那里叨一叨就走了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有些人听过金光经 开始又听一听 有少许信心 但是有少许信心 过后 过几年过后 他又没有信心了 如果有些人对金光经的信心 不推转的话 不推转的话 他对比来说是 先做一切布施的部分 就是用种种生来 很多很多的身体做布施 是超过的部分 之前我们说过 因为你学金光经的说 你是离一切上 收一切的法 得到阿弥多罗山 阿弥多罗山菩提 你可能做很多很多的善法 都是有路的局部 有路的局部 始终是生死轮位的部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欠大众 除了你做福报的时候 你都要受智慧 智慧是很重要的 你收很多很多的福报 如果你没有收到无恶观的时候 生死轮位是一直存在的 你没有办法断你的生死 虽然你做了很多 无量无边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身的布施 乃至做了很多很多的善法 你是不停的生死轮位 对比来说 你收无为法来说 是不足够的 所以佛菩萨 希望我们收福的部分 都会和收智慧的部分 我们收智慧的部分 生意有利 家庭有事 什么事的 这个部分就是 很奇怪 不听经的时候就没事 很得行 一时听经的时候 比如说听金工经 就非常不得行 每个星期一都不得行你 这个其实就是福报不足够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收福 增加我们的福报的时候 希望我们的福报足够的时候 是有时间 有身体够力 如果你的身体太差 你都没办法听联合的课 所以我们收福的目的 是希望有足够的福报 在智慧上增长 感动的 感动的 好 我就讲下去了 西菩提 以要言之 至今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无边功德 简单地说 以要言之 就是简单地说 这部经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法经是有很多种说法的 第一就是不应该思议 有些佛的道理 不是你要怎么想 就是佛陀所讲的道理 你不需要再讨论 佛讲的就是真的了 佛讲的六道理就是真的了 你不需要再讨论 要证据 要用数据 要用什么科学证明 红卫线 什么电波 什么能量 之类的 这个其中一个不可思议 你不需要再讨论 佛讲的是真实不虚的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要再讨论 这个比较简单地说 佛不是叫我们不讨论 可声说 但是这些道理 是我们凡夫 没有办法解答得到的部分 我们佛教是说自信的 智慧的精信的部分 但是有很多智慧的部分 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解答得到的 不要用凡夫心来对比佛心 对比佛的智慧 我们凡夫是差太远了 这个也是一种不可思议 不是不可以想 就是这件事已经是这样的 真理就是真的了 A就是A B就是B 不是A变成B B变成A 不可能的 比如我们这个年代就是 我们叫做交通灯 红灯就是停的了 绿灯就是行的了 你不可以再讨论的 和你们的什么角 这个交通灯就是行的 为什么红灯是要停车 绿灯是要行的 你不可以再讨论的 真理就是真理 不是给你做讨论的 这个简单就这么说了 所以很多佛经所说的 是我们能力 没有办法真实可以明白的话 我们就是以实的 暂时的接受努力 由于我们修行成功的时候 我们会正对到佛菩萨所说的 全部的东西都是真实不虚的 这样的 这就是其中一种不可思议 这种不可思议是 我们的智慧能力 所没有办法圆得到的部分 都是一种不可思议 这样的 不可称量无边功德 这个经的功德 是没有办法 是任何的数量、数据 可以对比出来的 不可行量的 所以很多人 一般人是这样的 做任何的事 先问有多少好处 我学到这个金功经 我明天的生意 会不会好一点点 我修行会不会成功一点 凡夫生是很正常的 没有好处 谁要做呢 如果做金功经 没有好处 谁要做金功经 如果没有修福 没有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做每天 每个星期去大乙山 帮人数据地 没有功德 谁要做呢 没有好像谁要做呢 是正常的 但是佛经所说的 当我们有执着生 是用有我的心 在参数功德的时候 就有所限制 有所限量 如果用无我的时候 你学金功经 这个福门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 都是好像金功经的功德一样 不可清量 无量无边的功德 功德是非常之大的 你同样给人一杯水 人家是收到人天的福报 你可能是得到金功波约波罗蜜的智慧的福报 那你自己想一想你要做哪一部分 所以佛经 为什么是这个金功经的 要做对比 教量 就是对比 你自己的思维 你所 我们现在 年代的话 你所投资得到这么少 你为什么不投资大一点的东西呢 凡夫心是这样想的 我们用投资的角度 你同样投资一杯水 是得到 比如说 人天的福报 你投资一杯水 会有无上菩提心的话 你得到圣法的道路的公道 为什么你不做这件事呢 我现在再说一句 奴来为发大乘者说 为发罪上乘者说 若有人能受辞读诵 狂为人说 奴来细致是人 细见是人 皆得成就 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边 不可思议功德 奴世人等皆而为 何淡如来 阿妙多罗 三妙三菩提 这样的 愚来就是佛了 这样的 为佛大乘人说 为佛罪上乘人说 这样的 大乘人 这样的 大乘 我们是大乘佛大子 第一 我们一定有大悲心 这些是大乘佛道 一定有大悲心的部分 这样的 这样的 在这里 说佛大乘者 就是 开始修行的修行者 佛最深圣者 就是狡行般若波罗密 我们说菩萨 在我们大乘佛法 来说菩萨是分两种的 一种是 开始修行的菩萨 一种是修行很久的菩萨 开始修行和修行很久的菩萨 它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曾经发过无重菩提心 但是它的功德和智慧 没有得到大菩萨的境界 我们说菩萨 摩科萨 一般我们说菩萨 菩萨 这样的 但是摩科萨就是大菩萨 所以我们说 我们自身 如果受了菩萨界 我们立刻了普通菩提心 我们都是一个菩萨 但是我们对比观参菩萨 地中菩萨 普现菩萨 那些都是菩萨 我们的功德和智慧 和神通力 是远远差过他们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都是努力做这件事 所以在大圣佛 希望大家 佛无重菩提心 受菩萨界 希望行发圣佛 知道 这个一开始的人就是 佛大圣者 佛追踪圣者 就是修行很多很多年 大致很多很多 生生世世修菩萨道的人 就是佛追踪成者 如果有人可以受识读众 广为人说 广为人说的话 如来就知道这个人 知道这个人 见到这个人 可以成就 不可量 不可称 无由边 不可思议功德 这样的 老师认识 这位德德亚 努力阿玛多罗生 我都没有提 这样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 以言文字的金公经 就是我们一般做的金公经 的话 即是佛 就是知道这个人 见到这个人 可以成就 不可量 不可情 无由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样的 那这个人就可以做得到 可以 那些佛丹就是 你好像背着一件东西 这样的能力 可以得到阿玛多罗生 佛丹 就是你可以 证到阿玛多罗生 佛丹 佛丹 有没有听过 佛丹如来家业 员 že 这事 你都可以做得到 做得到 做得到的两件事 第一 你可以成佛 你可以成佛 就可以成当佛所做的事 听过吗 何丹如来加业 何以故 西菩提若若小法者 则火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则以此经不能听受读诵 为人言说 若若小法者 我们法法里面有说到大乘和小乘法法 小乘法法 我想说一个小乘法法 不是说别人晒我们大 在大乘法法没有晒和大乘的事 一切的法法没有晒和大乘的事 但是小乘法法的意思就是 它没有底悲心 它也是修行的一个法门 它是证到阿罗汉 我们都是要尊重善人的 绝对要恭敬尊重所有的修行者的 大乘法法是怎么样的 但是主要是他们就没办法接受 可以无从菩提心这件事而已 但是他们都是受行非常之成功的人 对比我们连小乘 甚至可能都未达到那个功德力 我们是发作菩提心 但是我们的功德未做到 我们是发作一个大悲心 在佛经来说是非常之震叹的事 但是我们的功德力 不一定给得到小乘 将来有一天我们才可以超过他们 如果我们收养很多年的话 才可以说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小乘法法这件事 一定要深入一个恭敬心 学大乘法法的人 对小乘法法的人都要尊重恭敬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主要对比是因为他们 对无从菩提心这件事 是没有这个愿望而已 但是他们都是修行成功的人 所以他乐小法者 找我人间送人间 这个对比大的部分 所以有些人是不喜欢听波罗文 这些法门的 普什都是随力随法 宣用大乘法法 但是有些人对大乘法法 是不产生恭敬心的 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言好冲突 尽量不要 接触法法的人 有很多类型的人 有些人喜欢听一听因果观念就可以了 你不要跟我说 因果观念不需要跟我说 有空做报仕就可以了 你不要叫我售计 售计有很多事不可以做的 你要吃素 归以过后是什么都不做 来自五计是什么都不做之内的事 你不需要跟我说大道理 你叫我兼款就写支票给你 但是其他道理我不用这么说 很多世间什么人都有 有些佛教徒说 我来做义工就可以了 其他东西你不用找我 大道理我一坐下来就睡觉了 所以刚才我们之前也说一些 就是佛是说一切的佛都是延满的 但是众生的不延满 听的佛就有所不足的 所以佛菩萨都希望说一乘法 就是乘法 说一乘就可以了 不用说心乘法 唯有义佛称 没有法灵化症 没有法灵化经 唯有义佛称 无二义无三 唯有义佛称 但是问题我们连心乘共法 都不一定学得到 唯有说人听福报先 因为最少你可以先离开心莫道 这个法会是承佛之门 很多人就说太高了 心得压真其揭 太耀眼了 我今天都不知道明日是 我心做得好 老实说我们真的吩咐 就是重演心不足够 所以你不要跟人说 你修行三十年才会成功 所以很多人就听到那些法 你学几天过后 你就可以成佛了 最好是废缩的佛门 老实说所有废缩的佛门 真的要小心 全世界没有最废缩的佛门 是最老实的佛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学法的时候 有些人不喜欢听的东西 我们就不需要跟他们说 不要说 我都是慈悲你 我希望你学法 有一天你会成佛 有一天你会做好事 你将来就不会录地狱 大哥 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地狱 你不要恐吓我吗 所以我们为人说 说法的时候 跟人说道理的时候 只要观待恩怨 看对方能否听得入 不是不停地日日WhatsApp 常常传那些资料给人 常常传给人 可能起焚恼心 所以有些人不喜欢听一些法的时候 可能一些东西他就不想听 甚至他不想听金经波约波罗门的部分 我们就不需要为他说 我们先讲其他的道理 好 西菩提 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所因供养当之此处 则为是他 皆因供敬作礼为老 以诸花香而善其处 有一部经在那里的时候 经就是一般我们说经书 经书我们也要尊重功敬的部分 例如这部讲公经书 有些地方有讲金公经的法会 都是一部经在那里 但通常这部我们是讲一部金公经 一本书在那里先 而如果有金公经的法会 都是中严的 因为天人阿修罗这些我们之前解释过 就应该共用的 当之此处则为是塔 塔 塔叫斯特伯 就是封赛利的地方 在印度的传统 我们就是一般人 我们现在叫做往生 以前叫做死者 有些公经的人的时候 因为印度是火化的 火化的 他们就会做一个塔 就是那里拜 在对比礼拜之下也有功德 现在我们看不到真实的释迦牟尼佛的肉身 是我们缅甸出现的 我们是礼塔也有个功德 但是礼塔这件事 都要提醒 礼塔有功德 学经乱更重要 我们没有反对 就是我们供敬塔的部分 但是供敬塔 供敬佛菩萨的事用的时候 希望提醒我们要学法 这件事是道理的部分 应该是比较要重视的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塔 就是佛在那里的意思 有塔就有色力 有色力就有佛 佛曾经在那里 我们一定要尊重恭敬 来做功用的 以诸华香而善使出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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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花 华香而善使出 传统都有这样的做法 就是我们在塔的时候 我们做功用 有时候会点蜜烛 有时候会生点花 生点香 有时候还有一种 共用的意识 感觉 我再说六回了 复赐西菩提善男子善女人 授辞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见 世人先是罪业因多二道 以经世人清见故 先是罪业则为消灭 当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都是赞叹的意思 赞叹这部经的部分 赞叹学波罗密的人的书性 如果有人愿意甘世 愿意诵这部经 受持这部经的部分 曾经被人看不起 现在我们敢当说 就是看不起 他过去世应该是要留恶道的 一般我们说恶道 就是深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的部分 但是他今世受了 被人轻结的部分 但是他过去世的恶业 已经是烧了的 这样的 因为这些文言文会转来转去 简单的容言 对话来说就是 你本来是有些恶业会六心恶道的 但是因为你中了金公经的时候 你的恶业就是消除了 你去 虽然是被人看不起 但是好过你六心恶道的 对吗 这样的 乃至你 你很好的学习 这个金金波约波纳物经的时候 东这个字 东 就是从来会得到阿弥奥多罗 我心恶心恶道的 除了你今世的业感兴了 你有一天都会成法 所以这个金公经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从金公经不是所谓的消业仲 现在我们很多佛教徒都很喜欢说这个事 消业仲 什么都是消业仲 什么都跟业仲有关系 你不要把所有东西推在你的业仲 你的业仲都是你充足出来的 你今天做得不顺利的事 都是在你过去世做一些恶业 今世有所谓的业仲 但是不要说 这个是业仲的事 不跟我的事 不要这样的事 你的业仲就是你的事 所以当我们诵燃河经 在大圣佛经的我们讲《沉悔》 《沉悔》有很多种 一种《沉悔》就是 你诵《波约经》 比如说《大圣兼》 《大保殖经》 《金公经》 这个部分都是用《法保殖不可知》的功德 来对抗你本身内心的业力 这个业力的部分是很复杂的 但是简单说 你相信大圣佛经的时候 你诵经的时候 你当其事的时候 你内心有清淨的力量 你诵经的时候 不是跟焚恼相应 是跟清淨的 佛菩萨的佛义相应的时候 当其事 你知道那一刻的时候 你内心有清淨的力量 清淨的力量的时候 你的恶业出的时候 有个抵消的能力在那里 这个就是忠义清淨的简单说法 所以当有些人说 你诵经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你当时就有好处 但是你的好处 如果你可以老老实实 真是好处 收过《金公波约》的波罗文 乃至你所中的那部经 包括你拜沉 我们有大碑沉 梁黄宝沉 乃至一切的沉佛的话 你当其事的时候 你看那些沉本 大家有拜过大碑沉 有诗沉的时候 你看沉悔无事以来 我做过什么 我眼睛做了什么 耳睛做了什么 沉悔无事以来 无事以来的那部份 当其事你有个力量 对抗你内心的愤怒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力量 将你的业烧 那些恶业烧除了 但是 一件事要说的了 你一部分的业可以 就是恶业 业不是好和不好 业有恶业和善业的 很多人我们说 不要做业 其实每一天我们做业 不过业有善与恶 不是不好做业 不好做恶业 不是连善业也不做 但是简单说 通常大家都简单说 不要做业 好似做业就是错的 但是你还有善业的 我们要努力做善业 不要做恶业的 但是一些国报的事 不是你忏悔就忏悔得了 比如说你杀人的罪 如果我们说佛经 说的五亿罪 五种罪 你一定录地獄的 就是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出佛神社 破转法轮真 杀了你父餐 杀了你母餐 杀阿罗汉 这个年代要杀阿罗汉 都不容易了 不知道在哪里找 可能都有阿罗汉的 不过我们可能没什么机会 遇到 可能遇到都不清 什么叫阿罗汉 我们连阿罗汉的功德 搞不清 出佛神社 佛堂不在 全世界应该 我所记得 记得一个 子婆打多做得到这件事 没什么机会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会犯这个错 还有 破转法轮身 破身 破身 简单说就是 争人的事情 你们去救救赞 造成争人的不合格 这样的 但是这件事 都有很多种说法 要破争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一般又可以破得到争人的事情 所以 如果犯了这些错 我们的五欲罪 五欲罪 你可以忏悔 但是你今期的生命 不会正到初过 乃至四个阿罗汉 你今时修行 我们说修行成功 是高的那些 就是正果的那些 你可以忏悔 最多 你忏悔到一部分的月 乃至大部分的月 但是今期生命要正果 就没有可能的事 所以一容可以忏悔 可以重业 消了一部分 但是你要正果的时候 就没有可能的 所以 为什么 佛陀要安立我们 要持戒 要清静 当你修行到一个 比较高的阶段的部分 如果你犯了戒的话 你今时想修行 来到想得禅定 来自想修智慧 高深日的智慧的时候 你是做不到的 这个是佛经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说拜忏拜忏 有些业力的部分 我们都要接受的 所以不是说拜忏不好 不是说诵 但是佛经不好 是你无始以来的很多业 你要加油 消除先 第二个部分 你不停的拜忏 不停的诵经 但是你的心口业 不停的不诡辩 不停的诵 你的口都不识收 想打人就打人 想撼人就撼人 思想运缘 头脑成人 那些固灵症 是伤害人的事 这样来说 你的忏悔的力量 都很低的了 所以可能你将来 都要面对很多 不理想的生活了 但是这里来说 我们的鼓励在这里 如果从金弓经的人来说 他就是可以重复兴受 乃至有一天会成法 所以我们听这样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学这部金弓经的时候 利益就是不可思议的部分 好 我就再说了 西菩提 我念过去无量阿尊几节 以兰登佛前得之八百四千万亿 那由他佛世界供养 曾是无空过者 这样这个又是对比的了 这样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功用 这些功用对比的功德 我就说快一点 因为是做对比而已 是这样的 它是功用无量无边的法 我们说 就要说一说吧 功用这两个字 我们说法功用 应该是法华经 诸功用中法功用为罪 诸功用中法功用为罪 罪 最大的罪 不是罪业的罪 最大的就是法功用 法经有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们通常说的功用法 就是拿点花 拿点生果 这些都是功用的 这些功用 我们说四项的功用 就是行动上的功用 我们都一定要做的 你不要学到什么经书 什么功用都不做的 法经从来没有这么说的 所以我的重复又重复 很多学法者 从来连拜佛都不用拜的 很高 心中有佛就得那些 那些心中根本连佛都没有 有佛就会跪下来的 所以这些功用 我等待我们说下去的时候 不是反对这些功用 这些功用都要做的 供花 供果 供水 供香 那些功用都一定要做 还有一种供应就是 你依止 佛菩萨以言文字的佛法 老老实实修行 修行了圣法 这是最大的供应 叫做法供人为罪 这样的供应是 佛最欢喜的供应 你圣法就是佛 觉得你是供应作法 这些是一些经论的说 所以希望大家一样要做这些供应 供花 供果 供水 供香 乃至所谓 包括清洁那些 都是供应法的 还有一种供应就是 学法 圣法 这个法画证所讲的 诸供应中 所有的供应之中 最大的供应就是供应法 法法的法 就是你可以医治佛菩萨以言文字的法法 医治以文字修改定位以圣法 这个是最大的供应 就是法供应为罪 所以这里是释迦摩尼法 来自一切的人 可能在过去世 供应了能当法 这个是释迦摩尼法 供应了无能无边的 无空过者 所以我们供应法 供应三宝 供应一切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有空做一做 不空就不做一做 学一法就有空才学 不空就不理那些 你的功德来就可能不会增重得这么快 所以每一天我们多多少少要抽些时间 基本可能你没有时间都可以练一下心经 多些时间练一下金功经 不是每一天叫你练这种经 乃至做文货 做这么多 但是每一天 如果你受到菩萨界的人 每一天你一定要抽多多少少 乃至一拜法都要做 这个是心保的部分 是支持你学佛 是软燕不退心的 如果你真的忙到 连一声佛号都没有时间念的话 你是哪一种的佛教徒 你真的要自己思维 所以这个佛教徒 所以这个佛教徒 我对你看这位菩萨 他这么多时间 用这么多的步伐 没有空过者 没有空过者 他从来不会忘记要共用的事 乃至诚事 就是帮佩菩萨做事 如果是你 那么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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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以后卫世人受此读诵此心所得功德 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辟所不仁吉 那后卫世 这个好莫世的意思就是 就是忠来忠来的意思 一件事 好 莫世 这样的 就是忠来忠来以后的人 在这个年代的人 可以收持金宫波约波罗密经的部分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 好像金宫衣的书和勇 拿得到可能我们终有一年可以听这个金宫经 但很多人是不相信金宫经的 他们觉得金宫经所说的不是他所需要的 而且他不想听金宫经的 但有些人可以愿意学这个金宫经的时候 他的功德是超过你共用了无量的法 所以刚才我们有说起就是 公用法的真实意就是 你医治法法修行而善法 这个绝对是超过你做了很多很多的 事上的公用 事上的公用 但是我们又重复再说了 不是不用做那些事上的公用 就是那些公法的事 但是你医治法菩萨 为什么要叫大家我们做这些 共用这些部分的事 都是追陪福布 和佛菩萨结果缘 有一天我们共用的力量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到真实的神迹式 帮我们讲经说法 可以听到真实的法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这些 我们讲一般所谓的思想 思想的供养 就是做过所谓看得到勇的事 就是花你看得到 果你看得到 香你看得到 但是你学经论来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思想上的东西 但是这个思想上的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 我们讲一般的功德来支持的话 我们想思想的功德都做不到 所以这是两种对比 所以供养佛的功德是收福 帮助我们得胜度 不能及得胜度 它有很多的福布 但是没有证悟的能力 证悟的能力是 我们学金公、波罗马的智慧 才可以叫做证悟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收到很多福布 福布不是代表你有智慧 福布是收你的 智慧都是收你的 福布就是我们帮人做很多事 包括供养道床 帮道床做很多事 这个收福的部分 但是智慧是要从佛经里收你的 但是它帮助我们收智慧 但是帮助不是你可以直接得到 是分两种事 我们才会说得到 西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 莫是有受词读诵此经所得功德 我若据说若有人闻心则狂乱 胡怡不尽 西菩提当之世经亦不可思议 西菩提果报伊普可思议 我们简单讲一讲 如果 法中金公经所有的功德 若据说者 就是全部讲得了 中金公经无量无量的功德 有多少 我们现在说有多少好处 做金公经 什么什么什么 所有的都讲得了 有些人听过后 心者狂乱 狂乱就是精神会出现问题 虎乱不诚 有些人不相信 因为 有些时候 我们讲一些经书给人听的时候 人家可能两种训练 第一 他可以不相信 不相信 但是 他不会围旁 不会毁邦 但是有些人 不止不相信 还是觉得你们讲的前面 是假的误人的 你们佛教讲的因果道理 没有人看得到的 怎么证明 绿道论会 谁看得到之类之类的东西 乃至金公经所有的功德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有金公经是可以成法的 怎么可能 这样的 所以现代很多人 学法 和人 和学法者 和一些人讲一些道理的时候 很多人不止是不相信 可能会 很多怀疑 那些怀疑是会影响他学法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 和人讲任何事的时候 相对之下 先观察 第一 你有没有能力 告诉其他人 相信 你自己也说服不到你自己 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在讲什么的时候 你自己也不要随便说 我一直以来观察在这里 其实我是和大家一起学习 我是没有赞生的能力 讲金公经的 都是希望和大家 分享金公经的道理 第一个部分 当你所说的时候 对方嫌疑而听 听了歌后 会不会反叹 连朋友都不能做 你不要说 今天我们喝茶 讲一部金公经 喝完茶 那我朋友就不能讲了 你不需要打理我 下一次 我们喝茶就喝茶 不要讲金公经 不要讲佛经 我是来喝茶 不是来听经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 朋友的部分 希望 一些朋友 希望在佛经 在一些佛法的道理 得到利益的 但是对方真的没有缘分 缘分是可以充足 但是充足是我们有没有神通力 我们有没有智慧力 去帮忙他 不是硬来的 连朋友都不能做 真的太伤心了 因为这样讲金公经 而朋友都不能做 就是披意 就是因为佛法 我们跟朋友 从家 跟其他人做朋友 也好 做卷属也好 就是朋友 家人也好 可以接受就接受 不要接受 不想接受就 不要说下去 因为佛法是被人欢喜的 我们说言和说话 打蒙耳 和说一些不好的语言 虽然我们想说一些好的美好的语言 给其他人学习 但是对方是不接受的话 我们就不要做了 这样的 甚至他不接受 甚至怀疤 怀疼 怀疼 可能还不好 我们尽量观察 真是可以的话 才做一件事 这样的 好了 我们今天说到一次为止 我们会访吧 我们合掌 大家请合掌 大家一起念这个 会议通计 言消三重 诸愤怒 言得智慧 真明了 可言 追踪 识衰 晒晒 上险 菩萨道 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 可美陀佛 大家请起立 礼分三 三文信 一文信 再一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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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信 大众礼谢法师 一文信 大家来法一文信 可美陀佛 不慧念 不慧念 可美陀佛 可美陀佛 今天讲经到此为止 大家慢慢离开 把一张圆片放在板上 记住 这个星期日 买了船飞 请准时出席 10点半到码头 准时11点开船 都在说 岳南 ant达 国茜 国茜 法转 市民 保险 北